如果你会这样画圈圈,那么恭喜你,你肯定会画云哦 教你四步画油画云朵 第一步,把白色和天蓝色颜料挤到画布上白和蓝的比例为15比1 用至平头大尼龙笔刷,把两个颜色均匀刷开 等画面八九分干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画云了 油画颜料大概两天左右,会到八九分干 很多同学画云会过于呆板,容易把每一个云朵都画得一样大小 如果认真观察云朵,你会发现云朵轮廓 有大,有小,有平,有圆 这就是云朵的特点呀 很多时候觉得画画难,其实是因为不会观察 学会正确的观察方法,学习画画一点都不难 第二步,把云朵的大型找出来 找大型的时候,要学会观察云朵轮廓的变化 马毛笔,沾白色,加少少少少量柠檬黄 把圈圈的韵笔,顺着轮廓,快速把云朵亮布颜色扑完 这个时候,云就开始有棉花糖的感觉咯 第三步,找到云朵暗面白色,加黑、蓝、紫色 调出暗面颜色 记住,调色的时候,白色最多,黑、蓝、紫颜色要少哟 同样用打圈圈的韵笔,快速把暗面颜色画出来 云朵颜色扑完,细心的同学会问 云朵灰面是不是忘记啦 嘿嘿,别担心,马上就教大家一个油画小妙招 第四步,准备一支干净牙毛笔 待云朵亮面和暗面之间继续转圈圈 突然我们就会发现,灰面神奇的出现了 油画眉干的时候有极强的延展性 我们就利用这一点,把亮面的浅色和暗面的深色混合到一起 轻松搞定灰面,像棉花糖一样的云朵 你学会了吗? 海面和沙滩以大色块为主 在教学上针对性不够 下次我找个更加有针对性的海浪素材 再教你们画海吧 我先快速把海和沙滩画完 等画面干后 下期视频教大家画椰子树哟